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址勘察员受伤被困山顶 消防捆绑安全绳护送下山 严禁网受电子烟 记者调查电商平台相受情况 男子酒和驾车欲交警 细精上身耍酒婚 装傻 贿赂 没有用 酒驾司机开启暴走博士 这录像呢 什么事 我这事 我要找人 这两个事 什么玩意 你要给我整起眼这事 炸腿我就烧了 我家你家属 实际的这种个案 常常都可以 抽血检测 酒精数值245 求关注 求出名 这愿望能满足 那我再点行啊 上手望都市 我还真火在那 这个司机戏太多 守望都市 今日关注 首先来关注我省的扫黑除恶工作 2018年6月呢 我省打掉了吉林市张永福等32人黑恶势力犯罪组织 这个黑恶势力的犯罪组织的涉案资产呢 达到了3.2亿元 这也是中央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吉林省破获的规模最大的涉黑案件 昨天 通话是中间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宣判 张永福52岁 是吉林市龙潭区刚瑶镇哈什马村原党支部书记 他利用家族势力在哈什马村操控基层政治20多年 逐渐形成了他为组织领导者 以他的长子张健 侄子张颖等家族势力为骨干成员 以丁志强等刑脉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为打手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 该团伙将黑手身像 建筑 土地 林地承包 采矿等多个领域 大肆领财 在当地危害一方 2018年6月 警方在吉林市的舒兰市将张永福抓获 随后团伙其他成员已相继落网 今年4月 中央扫黑除恶第13督导组进驻吉林 督促相关部门深挖该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目前 共查处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员43名 涉及吉林市当地政府 政协 公检法等系统 其中 保护伞级别最高的是吉林市原政协主席崔振吉 据悉 保护伞人员将例行处理 经法院审理查明 张永福等32人犯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杀人罪 敲诈勒索罪等17项罪名 被公安部门查封冻结的涉案资产达3.2亿元 被告人张永福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博夺政治权利5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贵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博夺政签终身 犯循新自治罪 判处有期徒刑6年 并处罚刑50万人 被告人张永福 恕罪并罚 被判处无期徒刑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到12年不等的刑罚 首昂都市英杰编辑报道 昨天长春市交警支队召开了 两克一威企业约谈会 约谈了三家大型客运企业 指出了这三家企业在运营过程当中的 这个交通安全隐患和安全管理漏洞 严防违规运输车辆上路 那去了解为了销售冬季道路上的 交通安全隐患 交警部门还将会定期的约谈这些个企业 而且还得不定期的开展抽查 目的就是防止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根据吉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全省道路运输企业交通安全红黑榜制度 文件的相关规定 长春市交警支队在11月5号召开了 两克一威企业约谈会 约谈了与树市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海格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吉林省智光汽车旅游有限公司三家企业 指出了各企业运营中存在的 交通安全隐患和安全管理漏洞 各参会企业负责人认真听举了 交警部门对安全管理方面的意见建议 并就近期采取的由针对性的整改措施 以及下一步的安全防范措施进行了汇报 有的时候车不在家呀 或者是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处理的不及时 所以我们回去都要再继续这个加强管理 驾驶员就疲劳驾驶这一方面 就是说24小时动态监控这个 我们一定要落实到位 今天我们约谈这三家企业 是通过我们近期对这个车辆信息 以及这个违法数据的提取 由于对车辆违法没有及时处理 包括有一些这个机动车没有及时进行检验 及时地对这三家企业进行了这个约谈 达到一个从原堂上对这个隐患进行清理的 这么一个效果 下一步 公安交警部门将全面加强 源头管控和路面检查 定期约谈此类企业 不定期开展抽查 防止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爽都市则续张扬报道 接着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 11月4号呢 长春市九台区一采钢板的厂房突然起火了 现场气味刺鼻浓烟滚滚 由于这个厂房的面积比较大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可燃物 所以铺就非常的困难 最终是经过艰苦奋战 火势才被成功的控制住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 火势正处于猛烈燃烧阶段 厂房是采钢板构成的 燃烧后释放出大量黑烟 现场气味刺鼻浓烟滚滚 由于厂房跨度大 可燃杂物较多 给铺就带来很大难度 消防救援人员不断堵截火势 防止火势蔓延 经过金谷的奋战 火势被成功扑灭 没有人员受伤 经查看 过火面积约500平米 目前火灾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守望东市张言编辑报道 昨天德惠市汇新路 公铁立交桥项目 正式开工了 据了解 因为金哈铁路 将德惠市分成了东西城区 目前只有一座立交桥 连接新老城区 已经很难满足 德惠市民的出行需求了 这条新的公路立交桥 在建成之后 也会改善这个现状 据了解 这个项目投资是1.5亿元 建设的工期是三年 项目建成之后 也将成为德惠市 连接铁路两侧路网的 一个重要节点 11月5日 德惠市汇新路 公铁立交桥项目 正式开工 这是继金哈铁路 东西立交桥之后 又已横贯 东西城区的重要通道 公铁立交桥 全长1140米 采用双侧转体 跨越咱们金哈铁路线 共计9条铁路 这个方便咱们周边的住户 尽量减少对住户一些干扰 所以说咱们采用了一个 环形的一个下降方案 据了解 金哈铁路将德惠市 分为东西城区 目前仅一座立交桥 连接新老城区 已经很难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而惠西路 公铁立交桥项目建成后 将改善这一现状 德惠市公铁立交桥 它的建成 主要是缓解了 德惠市南北交通的平静 南北交通 胡同有无 更加畅通无阻 据了解 工程西起新峰街 东至雍军街附近 工程建设投资1.5亿元 建设工期三年 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德惠市 连接铁路两侧路网的重要节点 爽都市冯帆名利报道 在出租车上安装 智能监控设备 不但能为乘客的出行 带来安全与方便 执法部门也可以通过 智能监控设备 清晰地发现和处理 出租车拒载 绕路 服务不规范等行为 并及时做出处理 来 一方面处理 一方面的 也是能够做一个有效的预防 目前这项工作 已经在长春市 启动有一段时间了 具体的实施成效怎么样呢 咱们来看一下 9月25号起 长春市启动了 全市出租汽车载 职能终端和顶灯的 升级改造工作 智能化监管平台框架 已初步搭建 11月6号 长春市交通运输局通报 截至目前 长春市已完成 升级改造8500余台 出租汽车 占全市15401台 出租汽车总量的55% 其余车辆预计于 11月30号前 全部完成升级改造工作 现在这个升级之后呢 车里边有这个室内监控 很方便就是能解决 司机和乘客之间 发生的一些矛盾上的 据介绍出租汽车 智能化监管平台建设后 即将具备 鉴别正规出租汽车 查处黑车 解决当前处理投诉 行政处罚工作中 存在的调查难 取证难等 突出问题等多项功能 比如说咱们一行 大型的集会呀 到时候我们通过这个终端 都可以发通知 在几点几点呢 可能有一些大型的集会 需要这个人流的疏散呢 然后在周边的输出车 在一定的范围内 都会通知他们 另外自今年12月1号起 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综合执法部门 将通过路面巡查 后台调取监管平台等方式 查处未及时完成 车载智能设备升级 智能终端不符合行业标准 和未直连制行业监管平台的 经营者和驾驶员 守望都市 长汉广为报道 随着长春市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的增加 每天都会有几十万的乘客 选择轨道交通 这一绿色便捷的方式出行 但是如何有效地保障 乘客日常乘车安全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没错 尤其是在文明乘车的这方面 确实有很多的乘客 可能做的还不太够 比如经常会做一些 不该做的事 带一些不该带的东西 为此呢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 也是结合了运营的实际情况 编写了一个通告 而且在轨道交通的运营线路 各个车站都在张贴 那么以后坐地铁 哪些东西是禁止 在拿哪些事最好别干呢 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近日在依据现行国家法律法规 和行业标准基础上 长春市轨道交通方面 出台了长春市轨道交通 禁止限制携带物品 和禁止行为通告 此通告较之前的案件标准 更为严格 新版通告明确禁止携带 宠物 触勤等活体动物 近站乘车 因此市民若携带活体海鲜 及各类观赏活体动物 可自行选成其他交通工具 通告对于禁止和限制行为 规范更加明确和严格 比如明确规定禁止携带 并使用轮滑鞋 滑板 电动车 平衡车等近站 滑行 骑行 乘车等 除了婴儿车和雪步车之外 包括婴儿自行车和其他的一些 轮滑车 滑板车 都是禁止携带进站乘车的 另外在该通告中明确提出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 可以对乘客携带的物品 进行安全检查 对携带危险物品的乘客 直接责令出站 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 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等多项具体内容 我们也对一些站内的行为 进行了约束和限制 比如说我们禁止携带 有严重异味的物品 包括一些食物进站 以及利用我们一些站内的设备设施 进行一些体育锻炼 这些都做了一些明确的规定和约束 首王都市 长汉 广微报道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马可波罗子砖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大国品牌大分量方便面新行者 及麦郎一同伴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零下七到零上二摄氏度 白城晴零下八到零上四摄氏度 松圆多云转晴零下六到零上一摄氏度 四平晴零下十到零上二摄氏度 辽园晴零下十到零上三摄氏度 吉林晴零下七到零上一摄氏度 通化晴零下七到零上三摄氏度 白山晴零下八到零上一摄氏度 延吉多云转晴零下四到零上一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转晴零下十二到零摄氏度 长春晴零下七到零上二摄氏度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油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望星眼轩吉言吉言集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打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男子受伤被困山顶 消防捆绑安全绳护送下山 严禁网售电子烟 记者调查电商平台销售情况 买商铺承诺反租金 三年不到商场停业 租金该找谁要 他这个商铺他就关门了 不给我们返租了 现在打电话他也就是不管了 我领导就没带了 一天一天没带 房子卖出去 我承诺我给你租出去 这个证还是必要是 你按照合同法起诉 无证价是谎称旺贷 记性不好还是人不实在 他的证 他的价值 他们我要卖这个 他都没带 有价值吗你 有没有 本节目由 极市传媒 极市云 智货影音 5.0系统赞助播出 电信5G上市了 婉转5G手机 云游戏 云VR 超高清视频 炫酷应用 抢先体验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说到家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 一个画面 就是一家人 围坐在餐桌旁 幸福团圆的吃顿热壶饭 虽然平凡 但很幸福 可就这种 普普通通的幸福 最近对于家住 至善小区二七 三栋和四栋的 业主来说 都很难 因为上个月 他们家里进行了 这个燃气管的改造 可是改造之后 一直都没有通燃气 大家想吃顿 这个热壶饭 都不容易 我们是至善小区 二七四栋的 10月18号 我们在门上 看到了一个通知 说给我们改燃气 给我们把门 屋里的煤气表 换到外头来 居民卢女士说 从10月18号开始改造 改造时间 大概持续了五天左右 她说 现如今 户外燃气管道 已经全部安装完毕 但家里 就只是没有通气 居民们对此也很着急 现在老百姓呢 吃饭 是个问题 我们天天没有热个饭吃 咱尽量说是 快点整完 快点了 通气呗 是不是 也要 做成饭呢 他不跟你接这个管 他得压大 给上 这个管接上 咱们就能死了 那么改造燃气管道后 何时才能通上燃气呢 随后 记者电话联系到了 长春燃气 平阳服务站的工作人员 对于居民家中未安装的燃气管 工作人员给出了答复 在节目播出之前 至深有趣的居民联系到了记者 他们说 小区已经逐门逐户进行了开栓 部分居民家中可以正常使用燃气了 省都市 嘉运海军报道 长春市民隋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说 他弟弟的车呢 停在了家门口的吉林省人才大厦的院子里 谁承想呢 附近的楼梯 这个墙皮脱落 把车的挡风玻璃和车身都给砸坏了 想要修好车呢 需要花费不少的钱 隋女士就想知道啊 这损失该找谁赔 11月1号就已经停了 停好一天了 3号那天 他们这上面施工的工人 就突然上我家告诉我 说你家车被砸了 被上面掉的那个砖块给砸着了 我们一看 确实给砸得很严重 前锋挡 天窗 大顶 前击盖的都给砸了 这个车就有交枪险 那个商业险到期了没保 正好过了一周了 现在修车大约月费用 就是说保守的 咱不上赛车店说 也得七八千块钱 到赛车店可能得 一万三四 隋女士说 由于着急用车 现在家人已经将车送去维修 由于车体受损多处 所以修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事情发生后 隋女士也和这栋楼的物业 进行了沟通 但是并未取得满意的答复 物业经理到这看看就走了 就给我一个电话号 说是他们总部的人 让我联系他 完了一说了 你去查物业法吧 这个外墙不给我们管 我们不能赔你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 随后记者也来到了 负责该栋楼的物业公司 在这里见到了之前与隋女士 针对修车仪式进行沟通的刘经理 沟通之后 刘经理表示 由于小区年头已久 再加上最近楼下有人施工时 使用了大型设备 机器的震动力 也可能是外层墙体脱落的原因 但是关于谁来负责 车辆维修的费用 刘经理表示和物业无关 那么现在隋女士 究竟该与谁来沟通赔偿问题呢 楼体外层墙皮脱落 物业又是否有责任 为此记者也针对刘女士的情况 咨询了金林良治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根据我们民法126条 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 发生坠落 倒塌 比如说我们现在案件当中的情况 墙皮脱落 这种情况 那么是由这个建筑物的所有人和管理人 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这位女士的这个地地车辆没有保险 那么呢他呢需要找这个楼房的这个 现在目前的这个所有人 及目前这座楼房的管理人 那么共同呢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首要东西英杰海军报道 11月3号下午1点06分 沿边州消防救援支队图门大队 接到了报警窗 在凉水镇方向 凉溪县某山顶 有人员被困 情况十分的危急 请求营救 那接到报警后呢 图门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出动 进行救援 接到报警后得知 被困人员所处位置偏僻 消防队员立即利用微信定位 确认被困人员位置 并了解到 这位地质看察人员 上山正院时脚踝扭伤 体力控制被困山顶 由于该处山顶近乎垂直 距地面高度100余米 消防队员沿路捆绑安全绳做保护 到达山顶后 为被困人员穿戴救援吊带 并将安全钩与安全绳进行固定 搀扶被困人员下山 正好 正好 别动 历经一个半小时的救援 最终被困人员成功被营救 至山下安全位置 首昂都市 新军电视报道 很多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你是合法安全驾驶的话 就算交警把你拦下了 你也不会心慌 但如果你心里有鬼 就难免会表现得十分的慌张 这部10月22号 长春市交警支队朝阳区大队的交警 在执行过程当中 就碰见了一名行为奇怪的司机 他看到交警之后 竟然要和副驾驶换座位 十分的慌张 交警见其不对立马拦下 那究竟这司机为啥换座呢 我们来看一下 10月22日晚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朝阳区大队的民警 在安达街与大兴路路口 设卡对过往车辆进行酒驾排查 晚上9点14分 民警发现一辆轿车 沿着延安大街由北向南行驶 该车走走停停 引起了交警的注意 民警上前检查 当时车上有4名乘客 车辆行驶比较缓慢 然后呢 在民警即将接近车辆的时候呢 发现正副驾驶员呢 准备进行互换 过去吧 上下吧 随后民警找到了驾驶员崔某 他承认自己刚刚喝过酒 我们随即呢 对驾驶员崔某呢 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经检测呢 驾驶员那个崔某酒精含量为29号 各米百毫升 已经达到了研究驾车标准 据崔某交代 他久后驾车 见到交警非常害怕 因为副驾驶位置的乘客没喝酒 所以崔某想与其换坐 逃避处罚 没想到正要换 就被民警发现了 对驾驶员崔某呢 驾驶员进行暂扣 崔某呢 将面临着两千元罚款 驾驶一次性击百十二分 驾驶员暂扣六个月的处罚 熟望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11月4号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发布了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关于18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 那组织抽检了 12类食品共284批次样品 其中呢 合格样品266批次 不合格样品18批次 据了解 本次抽检的不合格样品中 方便食品不合格样品2批次 餐饮食品不合格样品2批次 饮料不合格样品9批次 不合格样品情况 饮用水方面 铜绿甲氮细胞菌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产品有 双疗市太平洋纯净水厂生产的 桶装饮用纯净水 面粉类 长春欧亚汇集销售的吉林老厂坊 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湿纤面 均落总数不符合标准 酒类 酒精浓度不符合产品名士 质量要求的有 长春市红旋酒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人参酒 这几年我们不难发现 您身边抽电子烟的朋友 是越来越多了 因为大家都听信了商家那套介绍 说电子烟可以帮助戒烟 使用安全 商场室内都可以抽等等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这个电子烟也存在着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和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发布 说对这个电子烟的销售渠道 以及销售人群都要有所管控了 电子烟作为传统烟草制品的新型补充产品 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尤其是年轻人 更是被电子烟的外形多种口味所吸引 然而国家烟草专卖局调查显示 电子烟存在对人体有害物质 同时漏油电池等问题都有安全风险 11月1号 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保护 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 通告要求各类市场主体 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然而大量电子烟产品是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的 通告中也明确要求敦促电子烟生产 销售企业或个人撤回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烟广告 和下架网络上的电子烟产品 通告下发几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再次约谈9家网络平台 强调通告内容 然而今天记者随机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网络搜索 有平台已经将电子烟搜索引擎进行屏蔽 相关产品也已经下架 而在淘宝平台上 记者依旧可以随时搜索到电子烟产品 其电子烟还参与平台的促销活动 随后记者也电话联系了淘宝客服 工作人员将记者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记录 我们这边对您来电反应的问题非常重视 在这个情况上先给您做一下登记 然后升级到商机部门的话 会有专人给您盯联系 据了解电子烟自身存在较大的安全和健康风险 在原材料选择添加剂使用 工艺设计和质量监控等方面随意性很强 对人体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着潜在影响 所以对于市场上发现的各类有关电子烟产品销售的违法行为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查处或通报相关部门 首网都市张默星南报道 前几天在广西北海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辆大货车右拐的时候撞倒了一名骑自行车的老人 老人瞬间被卷入了车底 来看看今天的微视频 一骑自行车老人被一辆大货车撞倒 瞬间被卷入车底 老人的头部已经蹭到了车轮 但索性未遭碾压 逃过一节 看看这自行车都被碾成铁饼了 这真是太假了 经诊断老人双脚脚趾以及肋骨骨折还在住院治疗 下面这也是有惊无险的 一货车前保险杠呢 与一辆电动车的尾部挂住 电动车被货车一直推行几十米 因处在大货车失线盲区 货车司机并没有发现 最后电动车驾驶员呢 直接跳起车 万幸呢是无人受伤 下面这事故看得也挺心惊 一摩托车与一辆正在转弯驶入小区的小汽车相撞 摩托车驾驶员直接被撞飞 不过幸运的是 摩托车的驾驶员呢 带齐了安全防护装备 只受了一点轻伤 下面就货车司机啊 是太粗心了 在行驶途中 一货车的挡板脱钩 直接给对象货车的挡风玻璃砸裂 被砸货车的驾驶员当场晕倒 冲入旁边的农田 不过没有生命危险 真是太险了 提醒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固定好挡板 避免这样的事故再发生 本节目共同度加精彩短视频 都在西瓜视频 欢迎下在西瓜视频APP 搜搜观看守望都市 买商铺承诺返租金 三年不到商场停业 租金该找谁要 他这个商铺他就关门了 不给我们返租了 现在打电话是 他也就是不管了 我跟老子没带 他今天一天没来 房子卖出去 我承诺我给你租出去 这个正常是不一样的 你按照合同法起诉 无证驾驶谎称忘带 记性不好还是人不实在 他的证 他的驾驶 他那我要卖车 他都没带 有驾驶吗你 有没有 男子欠钱不还玩失踪 执行人员列车之上 勤劳赖 这边 照相 拉在亲戚还收钱 违法营运被处罚 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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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得点呢 本来没有 即是传媒 即是云 智慧影音 五代人系统赞助播出 电信5G上市了 玩转5G手机 云游戏 云VR 超高精视频 炫酷应用 抢先体验 接着来关注新闻 2013年 松原的王先生 在金钻江南秀商场 买了商铺 当时开发商承诺 可以售后包租 每年给他 反总房款的8% 做租金 前三年的租金 还能够抵扣房款 听起来挺好 没想到三年过去了 商场关门了 别说租金 现在王先生 自己想用商铺 搞点经营 都不行了 王先生表示 按照双方的约定 合同签订三年 到期后 双方续签 每年租金 为一万七千元 这样算下来 十年就可以 拿回本钱 当初正是出于 这种考虑 王先生购买了 这套商铺 可是没成想 三年后 店铺已经关门 租金的钱 也拿不到了 三年之后 商铺到期了之后 他这个商铺 他就关门了 不给我们返租了 现在打电话 他也就是不管了 不知道我们商铺 的地点在哪 他也没有一个 独立的使用空间 自己我们也没法出租 也没法经营 那么王先生 反映的情况 是否属实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 开发商的办公室 买商铺之后 他是一个返租 然后不给法 咱们谁负责 这个事 刘总 教育领导 都没来 他今天一天没来 开发商工作人员表示 这件事情 由刘总负责 记者多次拨打 负责人的电话 但始终无法接通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 暂时无限接听 那么针对 王先生反映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呢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映到 松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子卖的 就承诺 我给你租出去 这个正常是不用信心的 搞这个形式 就为了他的房子更好卖 商品方销售管理办法 第42条 予以处罚 1万是3万 我们给他罚的是3万 并且这个罚款 已经入到那个财存账户 房子盖的时候 有什么股证 产权上的 那个都有 建设局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已经对开发商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 针对王先生反映的情况 建议通过法律途径 维护自己的权益 守望都市 西然 富强 宋元氏报道 最近长征市民 李女士也遇到一件烦心事 今年4月份 她在一家汽车修理店 存放了冬季春胎 前几天 她想去换冬季胎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坏了 电方也说 让她换一个新轮胎 对此 李女士表示 无法接受 她说 我这轮胎送去的时候 都是好的呀 这轮胎材质是橡胶 又不是香胶 怎么还能放坏呢 我之前在蚂蚁名车 力望店办了一张会员卡 商家说 可以提供存胎的服务 于是今年年初 大概4月份的时候吧 冬季的车胎 就放到他们家储存 前天 我们去商家 换冬季车胎的时候 说储存在他们家的 这个冬季车胎 已经破掉了 当时换胎的时候 工作人员说 这个胎已经是破的了 因为这个外侧 已经有划痕了 划破了 已经都掀起来了 然后呢 说必须要换新的 李女士对于记者说 自己当时存轮胎的店 叫蚂蚁名车 现在已经更换了经营者 改名叫芬兰诺记轮胎 那么这新老两家店 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存放轮胎前 商家是否进行了检查 记者也联系到了 蚂蚁名车的客服 那个之前是我们蚂蚁名车的 那个指令店 后来我们那个 把那店对出去了 对给那个 现在那个老板了 你那个之前的会员卡呀 还有所有的服务啊 都可以正常用 换一下车胎的时候 都是是不是这个 就是查或记录 我们都得查呀 都得查 而且把号码啊 车牌啊 轮胎的新旧程度啊 我们这边 都得有记录啊 那咱们成绩的时候 有没有检查 如果咱们这个蚂蚁 老客户存在这轮胎 究竟是坏的 还是没坏的 没有 没有 没有一套 一套检查 这个吧 他们当时是给我们这样打的 当时在倒胎的时候 他们一下子倒了900多套胎 就是说 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一个一个查 现在这个事的话 这个是 这个女生 究竟应该谁负责 是咱们现在这个 变海 说蚂蚁 蚂蚁 这是蹭的 现在往线露出来了 我一瞅露线了 我跟你提醒一下 我不是猜不行了 有没有可能是在 存储的过程中 不能 不能 百分之一半都不能 就蹭了也要蹭的 在中族可能存在 都把胎拿破了 不是认为 不能 你看我当时 螺的时候都这样买的 我们都螺的时候 就是有贴人的 直接放里头 到我们一起买 没贴人 我放在那里挂着 我们这些就是 每一条胎都有 不会乱 不会错 这什么意思 刮的 随后 蚂蚁名车的客户经理 联系到了记者 表示 会与客户协商 解决此事 双东市伯源海军报道 通过前面的 先导宣传片 很多观众已经提前知道了 在咱们的节目当中 将会有一位戏经司机 接下来就到他的戏了 事情是这样的 10月21号 长春宽城交警 在执勤的过程中 发现一个驾驶员 有酒驾的嫌疑 要对他进行 酒精测试的时候 这驾驶员就开始 不配合了 先是卖萌 然后又开始说好听的 总之就是求放过 发现不行了 又开始耍横 不但是打飞了民警的 执法纪录仪 还辱骂恐吓交警 10月21日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宽城区大队的民警 在海尔大道 对过往车辆 进行酒驾排查 晚上9点多 一辆小型轿车 沿着海尔大道 行驶至北兴路时 被民警截停 在检查过程中 驾驶员满身酒气 进行测试 但是司机在测试过程中 极不配合 有辱骂民警的行为 面对交警 驾驶员卢某 首先是说软话求情 见交警不为所动 卢某又称自己能摆事 卢某在警车上耍酒风 多次欺打执法纪录仪 卢某在警车上 拒不配合 拒不配合民警的调查工作 交警联系了辖区派出所 要将违法嫌疑人 带回交警队 这时卢某又开始对交警进行恐吓 这名司机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嚣张 辱骂交警还不配合调查 不肯进行酒精检测 其实他唯一可以吹的就是酒精检测仪 随后还是派出所民警赶到了现场 这才协助交警 把他送到宽城区的交警大队 来到交警队后 卢某认为行酒 在交警队 卢某仍然拒绝进行呼吸室酒精检测 在民警问讯的过程中 卢某多次向民警挑衅 并击打记录仪 晚上十点 民警将卢某带到武警医院 进行血液样本采集 抽血的时候也不配合 在派出所的统治的到来一下 我们他也就配合了 多重点 我是AB型的 经检测 卢某的血液酒精浓度为 245.93毫克每百毫升 以达罪驾标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嫌疑人罪驾将面临调销驾照 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照 同时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案件扔在审理中 守望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由此可见的 这位可能他醒过久来之后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但是他的那些醉话 包括那句上了守望 都是出名了 倒是成真了 我们也希望以后少喝点吧 来看下面 前段时间 省高速延级分局的民警 再次例行检查桩 撞到一位无中生有的驾驶员 和刚才那喝糊涂了不一样 这位是揣着名的装糊涂 根本就没有驾驶声 就不肯承认 硬说自己就是忘带了 10月15号下午2点半 延级分局的民警在 红屋高速延级北收费站 拦下了一辆 沿边排转的小轿车进行检查 驾驶员表示 未携带驾驶证 但携带了身份证 并开始在车内翻找 不好意思 我们要去卖车 然后那个都收拾了 啥就都收拾了 证件没带啊 给他 给塞SBM了 见到这两人开始在车内翻找证件 民警指示期将车辆靠边 但这次驾车的人 换成了刚才的女士 她的证 她的驾证 她们我要卖车 她都没带 不是 她开的嘛 我检查她的 你让她出身份证就行了 她的身份证 我要卖车 所以她也没带身份证 不是 我就要她的身份证 这是个什么逻辑呢 女士要卖车 和男士带不带身份证 有什么关系呢 赶紧找吧 可是你这找的时间 也太长了吧 来一下我给你拍个照片吧 找的太费劲了 不拍不知道 一拍吓一跳 这位居然没有驾驶证 有驾驶吗 您啊 有没有 没有 经查询 该男子姓王 家住浑淳市 今年只有19岁 而且在随后的调查中 民警还得知 去年他曾因醉酒驾驶 被处以过拘役的处罚 当时也是无证驾驶 此次驾车 又是侥幸心理作罪 随后 民警对王某 为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处以了2000元的罚款 视网都市 易阳编辑报道 不管你的驾驶技术 如何的娴熟 没有证上路 就是违法的 对自己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 都是极不负责的行为 希望大家把这个最基本的法规 还是要遵守的 接着往下说 日前全省法院开展了 冬季风暴专项执行行动 11月3号深夜 黎树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 是根据线索 在铁路公安部门的配合下 把一个拖欠他人借款 还玩失踪的老赖 给堵在了火车上 2010年2月至3月间 张某向赵某借款8万5千元 声称用于家庭生活支出 借款到期后 张某以各种理由一再推脱 随后被赵某诉职法院 执行过程中 黎树县人民法院调查发泄 张某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 所以依法裁定 对本案终结本次执行 2017年7月 赵某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此案 审查立案后 执行法官联系张某 令其限期履行义务 张某却又一次 耍起了失踪的把戏 11月3号 执行法官得到线索 张某将于当日中午 从延级乘车 途径四平前往大连 执行人员决定利用列车 在四平火车站停车间隙 对张某采取司法拘留 经过周密部署 执行小组兵分两路 一名干警赶到长春站 乘坐当次列车 先行秘密锁定张某位置 其余干警在四平火车站 进行布控 用这个信息 跟总确 咱们把我这次接触 当晚时时19分 列车始停四平火车站 在站台上等待多时的 执行干警冲上列车 将张某控制住 执行干警向其宣布了 司法拘留决定 在城警的配合下 张某被带下列车 当晚张某被送进四平市拘留所 根据省高院开展冬季风暴 执行专项行动的要求 目前全省各地法院 都在集中执行力量 重点针对涉黑 涉职务犯罪 涉民生 涉金融 涉党政机关等五类案件 进行排查梳理 全力执行攻坚 首网都市综合报道 11月4号起 在长春会展中心 开始举办了一个特殊的成果展示 吉林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果展 展览以黑恶势力犯罪典型的案例 为主线 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科技展示手段 全方位立体化地 呈现了扫黑除恶开展以来 我省依法严惩黑恶势力 以及其背后保护伞 所取得的阶段战果 据了解 从11月4号起到12月13号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 开展了以向党和人民汇报为主题的 吉林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果展 此次成果展中 以图片文字及实物的形式 展示了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这里展示的是 我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公安机关在全省各地 查获的部分 是按财务的一个展示 约13.88亿的 现金的模拟展示 以及查扣的各类豪车 充分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 有恶必除除恶物尽的坚定决心 这里展示的是后鸭手脚的一些部分武器 其中既有弓弩 也有炸枪 既有管制刀具 也有棍棒搞霸 这些武器就是犯罪分子 用来欺压百姓 哼行相礼 现在这些武器已经成为 他们犯罪的铁证 据介绍 此次吉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阶段性成果展 面向群众的开放时间 为周一至周五十四点到十六点 周六周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下午十四点到十六点 市民如想前往观察 只需持本人身份证 即可在入口处附近换票 并持票入场 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展示区 包括这个涉案的车辆啊 还有模拟资金啊 还有一些这个 三丁公安收缴的一些动物制品等等 还有我们这个 作为这个公安系统 我们特警支队的一些先进的设备 可以给广大市民呈现一个丰富独彩的展示 首旺都市 长汉广为报道 昨天有网友爆料啊 说有人在白城的出租车灯箱牌上喊话 这喊话的内容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那他喊了些什么呢 来看今天的相手拍拍 昨天有网友爆料 在白城的出租车灯箱牌上 看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人骑士 小亮回来吧 我妈同意了 彩礼不要了 回来娶我吧 看这驾驶 小伙子是被彩礼吓跑了 拿出追星的手段来挽回男友感动过 今天有网友爆料 长春地铁一号线华庆路站 东车的草坪上停了很多私家车 路站东车草坪 车都停到草坪上 据爆料者说 几百米的贯城国际小区旁边 就有很多公共停车位 但是有些车主图方便 停车直接坐地铁 既然都绿色出行了 咱也爱护一下绿地呗 10月5号 有网友给小手发来照片 一样白色小轿车在停车位上 不好好停 这是在显辈尼找到车位了吗 真有车停在旁边 你自己也出不来呀 这么小的车占了仨车位 他也真是尽力了 11月3号呢 有网友爆料 在长春市安华美郡 B座16楼和17楼的安全连廊上 被扔了很多垃圾 这么高的地方随手就扔 楼下扔个垃圾 就那么费劲吗 当发生危险时 这可是一条生命通道 希望物业加强管理 安装监控 发现是谁乱冷垃圾 让他清理安全连牢 动未来无限可能 热烈庆祝中国移动5G正式商用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首王都市 为了谋取经济利益 个别的非法营运车辆驾驶员 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呢 明明是来长春探亲时 顺路搭载亲戚一起出行的 可是为了赚些钱 竟然还向几位亲友 每人收取了70块钱的车费 10月7号 长春管的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 一台车牌号为GJ开头的私家车 在停靠后有乘客装卸行李 行迹十分可疑 遂对该车进行了调查 并对乘客进行了取证 认不认识司机 认识啊 都认识 亲戚 亲戚啊 那还得填呢 在初步固定证据后 面对该车驾驶员不断辩解的态度 执法人员也对该车驾驶员的手机 进行了检查 并发现该车驾驶员有通过微信 收取车上乘客费用的情况 二人码收过二百亿 三七二百亿 终于在有力证据面前 该车驾驶员交代了 自己当天本来是来到长春市区探亲 后因贪图经济利益 才通过他人介绍 搭载同村亲友出行 并向其索要了车费的违法事实 执法人员介绍 依照相关法规自驾车 在未取得相关客运许可的情况下 擅自从事营运活动的 驾驶员将很可能受到一到三万元的行政处罚 目前针对该车驾驶员的处理还在进行当中 守望都市 陈汉 广为报道 10月27号 长春朝阳交警在工农大陆附近 发现了一辆轿车违法停车 交警多次劝其离开 他都没有走 要求这个司机出事驾照 可这名驾驶员呢 一直都无法出事 经过调查 民警发现这名违停的驾驶员 竟然是无证驾驶 10月27日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朝阳区大队的民警 在工农大陆与红旗街交汇处直勤 下午2点50分 民警发现一辆轿车 在欧亚商都附近违法停车 民警多次用酷音器喊话 让该车离开 向前驶离了近近一米左右 又停在了原地没有动 然后我们把警车停在了边上 要上线对待这笔法情进行纠正 他要告你走了 我没听着 标志扎写了不让停车 看上边 我其实这边有车位 我要等 等不了车位 这飞机能车到 面对交警 证明驾驶员一直无法出示驾驶证和身份证 等不了人 证件出示抓紧 我让我对象马上下来 然后让他出示他的 因为我的那个 民警多次询问 证明驾驶员最终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经过我们这个系统查询 该驾驶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这名驾驶员进行了处罚 最终对他做出2000人的罚款 行政拘留其日的处罚 守望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11月14号零点起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分配将进行调整 具体的调整情况 一起进入今天的便民服务台 11月14号零时起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分配将调整 南航及南航系的重庆航空 四川航空 厦门航空等 所有国内航班 均转到T2航站楼运行 届时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将形成 所有国内航班 均在T2航站楼进出港 所有地区和国际航班都在T1进出港的新格局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2020年度 计划在吉林省招售空中乘务专业 和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学生 长春四平辽远公主岭白山 延级地区考生 11月9号面试体检 吉林通化梅河口松远白城地区考生 11月10号面试体检 报名列试地点长春市第29中学 体检地点长春市二道区 吉林大陆4955号航空家园航卫市 记者从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 因吉林市望云北街电缆迁改工程施工 11月15号 11月23号两天 望云北街加以物流门前横过路实行封闭 封闭的路段禁止车辆及行人通行 该路段封闭施工期间 车辆及行人可绕行金汇路 浑春北街和和平路 最后来看一下停电信息 明天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 长春市二道区京河县有计划停电 受影响范围南湖大陆以北 自由大陆以南 仙台大街以西 零河街以东 省望都市编辑报道 明天2019中国长春秋季汽车 交易博览会就要开幕了 展会为期五天 那这次展会将会是2019下半年规模较大的一次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提前来到了现场 带大家看看这次展会的准备情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在明天开始这里即将举行的就是 长春秋季汽车交易博览会 现在通过镜头我们看到很多的工作员 已经是来到这里对现场进行了一个布置 迎接明天展会的正式开始 本次展会于11月7日至11日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展会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 共有德系 美系 法系 日系 韩系 以及合资 合资主等 100余个汽车品牌齐居长春 对于现场购车的观众呢 不仅可以有更好的参观感受 并且呢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各个厂家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演艺以及精美礼品 所以说老百姓呢 可以在本期车展上能享受到最低的价格 这次展会呢一共有500多款车市 集中亮相 在6号馆 7号馆 8号馆 这三大掌馆展出 那也给喜欢爱车的您提供了一个 多种选择的机会 首号都市战兵 宇峰报道 来自大众 尽想出众 接达VS5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 青花狼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 请零下7到零上2摄氏度 白城 请零下8到零上4摄氏度 松圆 多云转 请零下6到零上1摄氏度 四平 请零下10到零上2摄氏度 辽圆 请零下10到零上3摄氏度 吉林 请零下7到零上1摄氏度 通话 请零下7到零上3摄氏度 白山 请零下8到零上1摄氏度 严吉 多云转 请零下4到零上1摄氏度 长白山 多云转情 零下12到零摄氏度 长春 请零下7到零上2摄氏度 江淮汽车 家具A5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驾驶力早餐饼干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飞碟汽车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是王都市 节目的最后咱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的电话留言 来 我们看一条寻人 寻找这个父亲李富和 今年61岁了 身高1米72 体态偏胖 一直在长春打工 两个月前就联系不上了 老家是一通县二道镇前乌拉草沟屯 那希望父亲看到信息之后呢 可以与家人取得联系 留了李先生的电话是150-0443-1876 这还有一个寻人的消息 吉林市的王先生要寻找舅舅李大庆 舅舅今年是42岁 身高在1米72左右 11月4号早上8点 在昌仪区中兴街乘坐十路公交车 之后就不知去向了 在走失的时候 上身穿深绿色的上衣 下身穿黑色的裤子 因为舅舅患有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每天都要靠吃药来治疗 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手机 现在家人已经不知道 他在什么地方了 会非常的着急 希望有知情的人 能够提供线索 电话150-4320-350 好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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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